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BERT 这个BERT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它是用来做这个声音的一个训练 可以得到你自己的一个声音模型 它这边版本最近呢更新到了2.0 2.0这个版本还是更新了不少东西 总的来说大家只需要了解 这个2.0这个版本比之前的版本效果要更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 它这个工具还是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整合包 这个整合包也是一个大神 整合出来的这样一个文件 工具确实比较大 这个工具的话之前可能给大家推荐我一次 但是之前的版本呢已经全部失效了 所以这一次就是不管大家是刚看到的 还是以前已经使用过的 都需要去重新下载 这边是2.0 然后有一个声音包 可以升线到2.1这样一个版本 同样的我们直接解压这个文件就可以 把解压到这个当天文家 或者解压的这个文件都可以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进来之后呢 这边你要找到这个你的声音包 我这边是选择把声音包直接拖进来了 然后你在这边直接 解压到当天文件夹 把这里面的内容 全部覆盖到这个文件夹里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2.1的一个启动文件 搜集这个文件 直接启动就可以 我们稍等一下等它启动一下 好 这就是它的使用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界面 还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它有很多这种工具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一个 这个BERT 然后这个第三项的话 这个工具它的效果不太好 它跟那个BERT相比来说还是要差不少的 所以这一项的话 其实大家也不需要去关注了 这一项的话就是声音克隆 它主要是可以把你的音色 克隆到另一个声音里面去 就是比方说要有一首歌 然后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来替换 这首歌曲里面的唱歌的那个声音 把自己的声音替换进去 我们放到下一期来讲 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BERT这一项 好我们来恢复一下默认 这是原来默认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首先你要准备你的声音 这个声音大家可以自己录 如果说你不想训练自己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往上去找这种声音 找你喜欢的声音 这个声音的话肯定是越多越好 我这边的话有一段声音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诗歌 可以给大家简单听一下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拿来做这个声音训练的一个文件 它就是一首诗 这个诗呢 总体来说是有五分钟 但是因为它那个读的比较慢 就是这个整体的语速比较慢 这个声音里面涉及到的文字 实际上并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总的来说今天这个声音文件呢 是偏少的 不管是这个量 还是这个里面的文字 整体来说都是偏少的 之所以找这么一个文件来给大家做实例啊 就是想在这种声音条件 不太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最后训练出来的效果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这边只是演示啊 如果大家自己真的去使用的时候 不要学我 大家要去找尽可能的多找声音文件 越多肯定训练效果越好 因为它这边是选择目录的 大家可以看 所以说你这边如果文件夹里有声音文件 这边是看不到的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地方去纠结 好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步是这个音频去照 这一步来说 它可以自动对这个 你这边选的这个声音 不管是几个 它会把你这个声音文件里面 如果你带有背景音乐 或者是其他的噪音 它都会帮你自动去去除掉 所以说这边大家注意 只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声音文件里面 只能有一个人的声音 而且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如果说这个声音文件里面有好几个人的声音 那么这边效果肯定是不行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这个训练模型 这个大家不要去修改 保持默认性了 然后这边是模型的名字 就是你训练出来的声音模型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这边去 我给它随便起一个 我就叫QQ 这是我们这个角色模型的一个名字 然后识别模型这边 四个模型 这个模型越往下走 模型越大 但是这个文字的这种识别效果越好 这是识别越准确 模型越大 识音识别效果越好 但是同样的就是占用的显存越多 这个识别的速度越慢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配置去选择 我这边的话就选这个Base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自动切割 我这边选的识割是只有一段音频 它是有五分钟 这个是个长音频 这样的话就是 你把这个勾上 它会自动把这个音频自动切割开 大概切割下来大概15秒一段 这个它会自动处理 这个所以我们这个长音频也不用管 自己回去处理 这边这个音频打标 所谓的音频打标就是对这个 声音文件里面的文字 去进行一个识别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的话就是这个训练的轮速 这边的话它推荐是300 之前做了一些测试 有300轮的话效果已经可以了 但是如果大家追求更好的话 这边你可以更多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处理 这一项的话它代表的是 生成的一个速度 大家可以这么简单来理解 这个值越大 训练的时候训练速度就越快 但是同样的 它对这个显存的占用也就越多 大家可以看后面这个问号 所以如果你显存比较少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你可以相应的调小 或者说显存大的话 你可以相应的调大 这也是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的 一般来说保存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 学习率大家不用改 这个保存频率 它就每个十轮保存一次 保存最佳的模型 就是说最终你得到的结果是有五个模型 大家注意这个十 每十轮保存一次 如果说大家这边训练轮数 这边显得是300的话 那么你最终你得到的这个 最佳模型的这个轮次数呢 它不是300 它是291 因为它是十轮保存一次 所以它291保存一次 然后下一次保存应该是301保存 但是呢你这边训练的300就结束了 所以说你这边最多得到的模型 得不到你最终的这个结果 其实是扫十轮的一个结果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想要300轮的结果 那么你这边就要加1 把这边写成301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准备工作 这样就全部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演示 为了演示快一下 我这边就不去训练这么多 这边改一下 把它改成这个11吧 这样的话只训练11轮就结束 最后我可以得到一个我想要的结果 然后我们来开始 先走第一步 大家一步一步点 先点这个音频驱照 看这个黑窗里面 它这边会有进度条在走 我们需要等一下 等它把这个第一步走完 它会自动进行一个背景的驱除 包括人身的一个分离 大家看这边已经完成了 然后第二下我们做音频打标 把这个自动切割勾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需要稍点一下 好 这样我们第二步完成了 然后再来走第三步 第三步也完成了 很快 再来第四步 好 第四步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点最后一步 开始训练 训练完了 大家看到这个11轮已经训练完毕了 我们可以点那个打开目录 然后走到这个模型 我们刚才训练的 大家可以看到11轮次的这个声音文件 已经保存下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选这个文字转音频 选这个声音目录 然后选中你的声音 这是我们最新的11轮的 其他不用改 直接点这个文字声称音频就可以 稍等一下 好 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声音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效果 很一巴 当然这个很正常 我们只训练了10轮 而且我们这个本身声音文件就比较少 就声音的素材文件比较少 得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 当然这个11轮肯定是不够 我们肯定是要继续加这个轮数 之前有很多人问 我这边中间训练中档了之后 我应该怎么去接着训练 这里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所有的参数 大家先不要去修改 我们来改这个训练模型 大家选这个预训练模型 我们要选我们刚才训练出的那个模型 刚才那个模型是在这儿 可以找到这个 我们把这四个文件 然后把它考到我们这个预训练目录里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 给它放一个 比如说我们名字叫QQ 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 考验进来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文件 看一下 这里 这是我们刚才考进来的四个文件 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模型 需要使用的话 然后你必须保留 这四个文件都在 这四个文件都得有 缺一不可 选我们刚才的这个训练出来的文件 把它选中 意思就是说我们从 这个模型开始 接着去训练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训练了 第11轮了 所以我们这边 如果说你想接着训练 比方我们改成21 这样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11的基础上 接着去往后训练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这个开始训练 大家看这个结果 报错了 没关系 我们关了重开就可以 好 我们这边不要去改动 这边大家注意 不管你在哪一步出错了 然后你只点哪一步就可以 比如说我在第三步的时候 这边报错了 那么你重新开启之后呢 直接点这个第三就可以了 前面就不要去改了 如果你改了就是 所有的那从头来 这样我们是在第五步出错的 所以我们直接点这个第五 好 这样又开始训练 大家注意 它是从第几轮开始训练的 大家现在应该看到了 它是从11轮开始训练 它把第11轮重新训练那边 然后就从11开始 接着往下走 直到这个你选中的21停止 这就是我们这个 接着训练的一个方法 我们等它训练完 好 这边训练完了 第21轮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大家应该学会 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了 后面这个文字转音频这边 我们的简单说一下 上面这个文本框 文字的长度是有限的 就是如果你字很多的话 可能最后这个生成的这个音频 它是不全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文字比较多的话 那么你需要使用下面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txt文件 然后我这边 实现准备了一个txt文件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 如果你这边 有这个txt文件的情况下 那么当你点这个生成音频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优先处理的是这个txt 就是上面这个是无效的 假如这边是空的的话 那么它会处理上面这个框里面的一个文字 这个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的文字 就是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一首诗 待会儿我们就拿这个文本里面的文字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声音的一个演示 到此为止的话 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就讲完了 这个剩下的呢 我们下期再讲 然后剩下的时间 我就给大家放一下这个 声音的一个具体效果 我这边之前训练了一个 五百轮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音频模型 给大家做个声音的一个转换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因为我们这边声音文件本身比较少 而且这个声音的内容 其实也比较少 即便是训练了五百次吧 它也达不了那种完美的结果 我视线就转换好了 我们直接听那个结果 大家来对比较少 大家来对比较少 寒含着来了 寒含着来了 书一道满浴汗 书叶便夹了一场壁子 火燃 夜半有轰峰向于近河冲林 我从憨梦里惊醒 听到万龙与点落空界中原始的打击语 于是五年 想起家信 想起母亲书籍的家谱 想起外祖父风雨珠惠的击语 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甲 一声梁秀清风献给桑子教育誓言 放弃了几次外品高就的机会 然而 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 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 在一个狼狱的东间 因恨自尽 我无愿见到他老人家 史诗从小就家读到一张黑色镜空里肃染的面中 我不敢书画室的记忆有多高 史诗坚信 每双眼睛是传了神的 每次站到他跟前 曾有一种青丝擅传于我 冥冥之中 与我的心灵落末捧着 好这个下面就不给大家读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尽量的找这种更多的生意文件 大家拜拜